联合国发布报告指中国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 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 中国神舟14号太工人陈主 已经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航天员以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拜登对共和党人及他们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忠诚 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谴责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 欢迎收看2022年9月2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素贞 联合国周三发布报告指中国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 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欢迎报告的出炉 誓言未来会持续与国际社会合作 替受害者寻求正义及追究责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周四在切任前 发布备受外界关注的新疆报告 指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被任意且启示性拘押的程度 可能构成国际罪行 特别是违反人道罪 报告也表示 中国当局运用对抗恐怖及极端主义策略 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 布林肯周四透过声明 欢迎这份重要报告的出炉 指报告为中国政府如何恶劣对待 及虐待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 提供权威性描述 他说 北京对维吾尔族持续放下 种族灭绝及违反人权罪 报告加深且确立美国的严重关切 中国神舟十四号 太空人陈族 已经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全部既定任务 航天员以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其中一名太空人陈东 在周四傍晚六十二十六分 打开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舱门 之后与另一名航天员 刘洋 成功出舱 两人在舱外作业 第三名太空人蔡旭泽 在核心舱内配合支持 三人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整个出舱活动 长达约六小时 自今年六月顺利进驻太空站 组合体以来 神舟十四号太空人小组 以载轨工作生活近九十天 中央重点 你们暗装得非常漂亮 美国总统拜登 对共和党人 及他们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忠诚 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谴责 他称 他们在混乱中茁壮成长 并警告他们破坏民族的企图 可能会演变成暴力 拜登当地时间周四晚 在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发表演讲时称 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理之光中 而是生活在谎言的阴影中 他站在红灯照射的独立厅前 利用其历史背景 呼吁对特朗普领导的运动 进行清算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再见